5月11日,美国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举办2016年中国文化及表演艺术节慈善一演新闻发布会在洛杉矶举行 参演的两岸三地京剧界明觉以及南加州数家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2016年艺术节定于下个礼拜六和礼拜天也就是5月14号和15号两天推出非常精彩的传统京剧 那么第一天星期六下午有四出戏有五家坡、党马、春归梦跟株连寨都是非常难得演出的戏 那么第二天是全本这个西香记 那么为了要应景特别加了一出孙悟空三界芭蕉扇 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戏曲的艺术团体和演艺慈善组织 那么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是在1994年成立 成立以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扬传统文化 同时举办慈善演出回馈社会 所以这十几年来每年都有两台专业演员的戏 所有的开支都是由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徐院长来负担 那卖票的收入都是一演我们全部捐给有关的单位 今年艺术节的特点就是邀请到两岸三地明灵来演出 包括台湾的著名的明灵唐文华还有这个王耀兴 我们另外上海京剧院来了很多演员 杨南就是小生还有舞淡还有这个舞丑跟这个花脸 那么另外还有我们Loco其实也是前山东京剧院的著名演员 获得很多奖的我们杜章伟老师那么合作演出 那同时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这次为了丰富文场和舞场 特别从纽约请来了四位文武场面的老师来帮忙 因为这一次有很多武打的戏和成派戏都需要非常好的文武场面 那么另外这两天的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金坤都有 就是除了是传统的京剧之外 另外还有两出昆曲系 洛杉矶是全美国中国京剧最繁盛和发达的一个城市 海峡两岸的票友非常之多 大家非常的喜爱中国的京剧国粹艺术 因为他们年轻人的有些还是有工作的 在业余时间把他当作自己一个非常好的爱好 觉得陶冶情操还是丰富的精神生活了 他们都非常的喜爱 我觉得京剧能在海外还能够这么多人喜欢他 真的这个京剧艺术确实是博大精深 全球新闻美国洛杉矶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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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